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个选民登记中薪金,22日遭自杀炸弹客攻击,造成至少48死,112伤。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,IS,已宣称是他们干的美联社报道, 喀布尔警察局长阿敏,道德·阿敏,说,炸弹客室锁定前往选民中心登记领取选民身份证明的民众发动攻击。 爆炸威力相当巨大,不仅附近一辆车遭到波及,连数英里外的房屋窗户也被镇破。 警方目前已封锁爆炸现场,只允许救护车进出。 当地电视台画面显示,有上百位交集的民众聚集在医院附近,试图寻找亲人的下落。 IS已在其RMAC通讯社发布声明,宣称是他们的旗下成员犯案,并说这场攻击是针对什叶派叛徒。 阿富汗将于10月举行国会大选,不定期发动恐攻的IS和塔利班都反对民主选举, 希望在阿富汗建立严苛的伊斯兰统治模式。 据当局说,负责守卫阿富汗两个选民登记中心的三名警察,上周遭武装分子杀害。 另外,巴格兰省巴尔兰,首府普勒胡姆里,Blai Khmeri,今日也遭到路边炸弹攻击,造成至少五人遇难,四人受伤。 卖阿富汗 卖阿富汗 卖 British